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进入夏季又到了赤兵的季节 台湾的冰品店也迎来了一群菜鸟新兵 他们是从广西南宁来的老总富豪团 平常开的是300多万台币的顶级名车 只要老总愿意 他们光是凭一张跟老总的合照 到他们店里免费用餐 这种地位的总自备 最近却出现在台湾永康街 端盘子发传单卖兵 到底这个富豪团是为了什么来呢 我们就带您来独家直击 观光客络艺的永康商圈又有新兵报道 你好 欢迎来一下 谢谢 这个菜鸟店员口音有点不一样 状态有点尴尬 好不容易没被打枪 但是 二楼也可以有 二楼哪里也有 二楼啊 二楼也有 二楼 有位置吗 应该有吧 实在不能怪这十几店员表现声色 因为他是广西人 在省会南宁人称黄哥黄总 开的是300多安台币的欧系名车 带领好多大品牌 南宁老乡见了他都忍不住兴奋攀谈 这个你拿的相片就是可以由我提供给你免费用场 这个照片啊 这个照片就可以 我们以后就有口福了 单凭这张合照就能够当作免费招待券 在公司里的身价地位可想而知 结果来到台湾不只要站在街边发传单 还要主动帮妹妹拍照片 平常很少就是在一线一线的工作 只要就是大方向就是我们那些去把握小的就没有 像在一线工作这一个方面 我第一次就是工作环境第一次站在那么 这么人情那么多里面 我第一次这样 甚至连收碗盘清桌台都要学着做一遍 因为他们准备把台湾这一套卖兵模式 整套输出搬回大陆 第一课要学销售画术 趁着结账的空档 讯息自然再推销一点 结果为了填满空窗 场面反而尴尬 你是第一次来吗 对啊 我第一次来啊 你要约我吗 我们的芒果冰是比较热卖的 是我们的招牌 你下次可以试一下 好啊 我下次可以试一下 我第一次站在那位置脑筋都空白了 真的啊 是啊 什么心情啊 站在这里 哎呦 反正那比平常跑步还要 还要激动的那种跳动的感觉 暢斗 不仅是点餐话术 包括传单该怎么发才不容易共沟 面对客人时该怎么打招呼 才不会太搅柔造作 通通都有台式标准SOP 你好 欢迎光临 四边里面请哦 再上一个自然的微笑 我没有要求 你看我后面一段离四边里面请哦 你们台湾这边的人非常的热情 很有礼貌 就是服务的质量就是 是这个 不过要进军对岸 只有服务好是不够的 因为对岸天南地北 天气大不相同 在大陆 芒果冰店不只卖冰 还有美美的松饼 要两分半 松饼 我再两分钟 然后餐点哦 48秒 第一份餐点剩40秒 这些训练课程中最可怕的实战模拟 美美的松饼一次点五份 在南宁指挥若定七零神前的老总 被区区五份松饼口斗完败 因为台区松饼不像美食那样 淋上蜂蜜蜂糖那么简单 拿袋空了 因为一下子 打几份 现在就是很乱的这种状态 在我们南宁吃的话 我发觉就是 哎呀 好像也没什么 看到那个摆设那样 但是来到台北那些习之后 我发觉做一份松饼出来 这种技术含量很高 然后再用红色的拉线条 然后旁边拉 要记得弓起来 然后我们再用判针 比较有足力感 光是盘员边上一条小小的装饰 都得双色拉花 而且每一种口味摆盘都很华丽 都不一样 这种该挤黑糖 那种该配水果 光是菜单就备了七荤八素 好不容易兵荒马乱出的餐 依然被专业退单 拿到结果第一眼看到 我要拍照的时候 我自己还要动手去把薄荷打开 这样不好 对 所以这个薄荷要记得 然后还有那个盘子的 没有擦干净 所以出餐手要很记得 我们想到那么工序那么多 还是没有那么精细 其实暖暖也是老总级 平时家里有阿姨做饭 现在跟着在厨房里忙的团团转 因为房租四海坚军的少女新商机 南宁的团队里就属她最明白 现在在南宁松饼的 这个甜点不太多 有松饼的话 我们可以推出一个下午茶 然后几个闺蜜过来我们店 可以边吃松饼 这么精美的松饼 放在你面前对吧 你的心情就会很好 这套有冰品 有松饼的复合餐饮模式 在大陆已经走过深圳福州 南宁之外同步积极开拓 因为台上跟暖暖一样 也看到了浅藏蓝海 我们在大陆如果可以 复制得很成功的话 其实基本上到其他国家 不会是问题 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地区的 天气习惯都不同 过去台湾及其成熟的服务环境 被陆契当作进军全球的前哨站 而新大陆多元的消费形态 被台商当作前进世界的练兵场 两岸企业为了更大的市场 持续交流 结长不断 好 感谢观看